故闯幼儿园 拿铜锣烧管男童 家长千万留意 新北市汐止区一间幼儿园 竟发生妇人企图诱骗男童的恐怖事件 警方证实上周四下午五点多 一名身材鲜瘦年约五十岁的妇人 在幼儿园外徘徊 随后入内 锁定一名四岁男童 向老师自称是男童姑姑 并拿铜锣烧给男童 妈妈要你先吃 待会就会来接你 但老师发现男童一脸不疑 老师我不认识他 正准备联系男童家长 妇人才急忙离去 我们那个人是都没有看过的 好像不是我们这区的 不是这附近的人 警方表示 正调阅周遭监视器追查妇人身份 并加强巡逻 研判歹徒犯案动机 可能与恋同僻 或人口贩运集团有关 正深入调查 也呼吁平时家长应教导孩子 遇到陌生人问路或求援时 应转向师长求助 放学或在外玩耍时应结伴 避免落单 董新闻新北报道